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汉利不敢怠慢 双手一抱拳 参见前辈 这个人正是那名白面无虚的金甲修士 只是他此刻已经换了一身如生装扮 身上的肃杀之意一下子少了三分 倒是多出了一些出臣之意 汉道友无需多客气 我也是刚到 李兄另有事情在身 今日就只有我一个人来见道友了 我本名叫赵吴归 这位赵姓的练习修士态度呢 明显比昨天的时候和善了许多 汉利微微一愣 但是急忙称呼了一声赵前辈之后 就将对方呢 让进了屋子里边 陪着一同分宾主落座 呵呵呵 有这半日功夫 你想必也对天元城的事情了解的一样了吧 那么好 我也就长话短说了 你是非生修士 又在那两次雷劫之下坚持如此之久 想来神通 不会弱的 所以你的清明卫身份 我已经帮你申请好了 哦 这是身份令牌 你拿好 到时候啊 直接去接管饼五十六队就可以了 昨日在传颂殿 你见过的那四人就是属于此小队的 赵无归刚一坐下 跟一番手掌献出了一块清蒙蒙的玉佩递了过去 哦 在下出来乍到 对这里还不是太了解 现在担任清明卫 这是不是有些堂酷了呀 汉利并没有马上伸手去接玉佩 而是脸先一丝迟疑的说道 呵呵呵 韩道友无需太过谦虚 每一个非生修士 一到本城都会担任清明卫的 而且啊 他都称职至极 那么至于本城的事情 道友只要住上个一年半载 哪有不熟悉的呀 啊 哈哈哈哈 赵无归笑吟吟的说道 哦 既然前辈如此说了 那晚辈就不再推辞了 汉利目光闪动了两下 终于接过了玉佩 并随意的打亮一眼 只见这玉佩一面明印着一些银科文 那么另一面呢 则刻着饼五十六等几个淡金色文字 看到这汉利收下了玉佩 赵无归满意的点了点头 然后开始给汉利讲解一些这天渊城的常识性的东西 有些呢 是昨天柳老者提到过的 有些则是汉利第一次听到 自然是用心至极 好了 这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这里只是给飞生修士临时聚会的地方 不是以酒呆的 每一个园婴以上的修士在天渊城都有自己的专门洞赴的 不过这洞赴的好坏以及大小 那可要靠你自己争取咯 尸体的事宜呢 你一问就知 这里有一块本城的地图 你可以仔细的查看一下 因为你是新到本城的 头一个月无期马上到任 但是一个月之后就必须上任并领取自己的签名甲 赵无归说着又从储物灼中的取出了一块白色的玉碱交给了汉利 这就起身告辞了 汉利自然恭敬的再次称谢 将其送离了屋子 转身回到屋子以后 汉利将那玉碱拿出来了 轻轻的贴在额头上 神识之间沉浸在了其中 仅仅片刻之后 他神情一变 天温城镜这么大 看着面积只在人族三大主城之上 不在其下呀 汉利将神识抽出之后 脸色阴晴不定起来 单手抚摸了一下手中的玉碱一会儿 将他收好之后 就不慌不忙的离开了屋子 不管怎么说 他要先去玉雀阁将自己的洞府确定下来再说 但是听赵无归所言 此事还似乎有一些什么波折 他于是起了一些兴趣 从刚刚末迹的地图上找到了这玉雀国的地址之后 他就立刻化为了一道清光 飞离了飞灵界 一连从十几座巨塔附近一律而过 汉利在默默注视着一路上遇到的各色修士 身穿各色战甲的修士 似乎只在那些巨塔附近才会频频出现 远离他们之后呢 遇见的修士就和灵界其他地方的普通修士一般的模样了 就是不知道这些人是脱了战甲还是原本就不属于天渊城的 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 就是说 进出巨塔的必须身穿战甲才行 而且汉利看到的这些甲式却是黄白两种甲式的链体式 其中黄色战甲包括链体式只有中阶的修为 而白甲内呢 也都是高阶链体式了 他们进出的数量明显远于巨塔中上层出口处那些黑青战甲修士的数量 看到这里 汉利心中有一丝了然了 看来这个天渊城的战斗力就是这些巨塔中常驻的无敌甲式了 按照黄白黑青金的战甲来清晰的区分的战斗力 汉利扫尸了这些巨塔和甲式几眼 就不再理睬他们 直奔自己的目标而去 足足飞行了小半个时辰之后 在远处看到了一座高大异常的巨大城墙之后 汉利就漠然顿光一沉 降落在下方一座灰不溜秋的三层的阁楼之前 别看这个阁楼不大 毫不起眼的样子 但是这进出的修士还真不少 汉利略微一停 打亮了片刻功夫 就有七八名修士化为了一道道顿光 没入了门中 阁楼大门上的牌匾赫然就是 玉雀阁三个龙飞凤舞的古文啊 汉利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这个牌匾 这才抬腿徐徐走进了阁楼当中 阁楼一层啊 是一间数十丈的大厅 里面呢 有数十名修士站在厅中 正望着厅堂尽头处挂着的一面 焕着清光的巨大屏风 屏风上 秀着一幅两丈高 十余丈长的地图 上面荧光点点 似乎有许多数字闪动不停 而屏风前呢 则有一名长脸的青袍中年人 脸带笑容的站在那里 汉利神石一扫过去 就发现这些人都是原因级别的修士 那青袍人赫然是化神级别的修士 忽然 有一位瘦小的老者走上前去 冲着青袍中年人一失礼 就将一块泛着黑光的铁牌 和一个储物镯双手交给了中年人 中年人呢 随意的看了铁牌一眼 又检查了一下那个储物镯 就点了点头 一翻手 这储物镯一下子消失不见 却将那铁牌呢 还给了老者 那名老者当即精神一抖 立刻单手抓着铁牌 走到了屏风前 冲着巨大的地图某处 轻轻一晃 顿时呢 从上面喷出了一丝黑线 一下子没入到图中 上面写着二的银色光点上 此光点呢 一下子就由二变成了三 然后老者就立刻退了下来 之后一盏茶的时间之内 又有十来个人走上前去 或拿物品或直接拿零食交给那中年人 那中年人大半都是点一下头 让他们同样的在地图上做下标记 但也同时呢 其中两个人交上的东西 他摇了摇头 让那两个人垂头丧气的退下了 韩利发现 巨大的地图赫然就是天渊城所辖的树处灵脉之地 而地图上清光愈深的地方 那数字越多也越大 有一个清光挤进翠绿的地方 上面漂浮的数字很是惊人 看到这一幕 韩利摸了摸下巴 心里边终于有了几分了然 看来要找到合适的洞府 似乎还要和其他人争夺一番的样子 前辈 你也在寻找合适的灵地 要建立洞府吗 忽然 韩利身旁传来了一个清脆的话语之声 韩利神色不变扭转了过去 只见一名身材修长的秀美的女子 正恭敬地站在一旁 此女修为呢 只有住击左右 但看到对方身上一身侍女的装扮之后 也就不觉奇怪了 不错 我是想寻找合适的地方 但是此处的灵山 我并不满意啊 韩利不动声色地回答 前辈是化神修士吧 这一层只是接待黑铁味的畜色 前辈应该到二楼才是的 此女甜甜一笑说道 你怎么知道我是化神修士 凭你的修为应该看不出我的境界吧 啊 韩利心中一临 双目猛然寒光一闪 前辈不必惊讶 晚辈虽然修为低下 但是身上都配有专门的灵压盘 只要诸位前辈不是特意的隐瞒气息 自然能看出一点的 白溪女子先是一惊 但马上一抬手 手腕上露出了一块巴掌大小的法盘 上面银色符纹闪动 赫然也是银颗纹 韩利看了看此法盘 觉得有些头疼了 也不知道是人族的哪位先辈 得到了有关镇法炼器的精确御书 将其参悟到了这种地步 竟在天渊城各个方面呢 都已经运用上了 如此一来 他在外界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 看来都要在此打破 并且呢 要慢慢的深入了解才行 否则的话 万一什么时候被人阴了 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呢 当然了 韩利眼相自然不会露出什么意思 只是冲词你点了点头 就在对方的带领之下 登上了一侧的楼梯 上了阁楼的二层 这二层啊 比起一层小了许多 但是环境优雅多了 虽然同样也有一幅不小的 屏风地图搁置在那里 但是总算在屏风的两侧摆放了一些椅子 正有四五个人静静的端坐在那里 仔细研究着屏风上的图 屏风一旁呢 所有一名方脸的紫袍大汉 懒洋洋的坐在那里 韩利神是一扫大汉 脸色微微一变啊 这位竟是一名炼虚初期的修士 至于那几名研究地图的人 自然都和他一般无二 是化神修士 每个人的身后啊 都站着一名和白皙女子同样打扮的 玉雀格的侍女 各个都是筑基期水平左右 貌美如花 俏丽万分的 韩利深吸了一口气 远远的冲那位紫袍大汉一拱手啊 就在那名白皙女子的引领之下 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而此女呢 也和其他侍女一般 空空静静地站在了韩利身后 不再言语 韩利的目光 在其他几个人身上一扫之后 就望向了眼前几乎翠绿一片的地图 同样的是天渊城的几处山脉 但很明显 这地图上浮现出来的银色数字 明显的比楼下的那张地图小了许多 并且数字也大都是一二这样的居多 最多的一个数字 也不过是一个四字而已 也就只有一处罢了 韩利顿时沉阴了起来 但是片刻之后 忽然冲身后的侍女一招手 淡淡地吩咐道 我对附近的灵地不太了解 你给我介绍一下这地图上的情况好吗 是 前辈 此地图一共包含了天渊城所辖的三处山脉 以中间的翠龙山灵气最足 也是华神前辈洞府最多的所在 并且出产几种特别的灵药 这一次山脉有两名华神器的前辈没有渡过妖节 陨落而亡 一名则受缘到了 自行作画掉了 故而按照规定收回他们居住的灵地 所以争夺的人也就特别的多 而另外一处叫腰运山就刺了一些了 但适合前辈这样的化神修士修炼的灵地也不少 但当然不能和翠龙山的灵气相比了 至于这最后的穷泉山呢 原本归属于原音修士修炼的灵地 最近呢才化归化神前辈们使用 所以此山脉的灵气对前辈来说 恐怕稍有一些不足了 但是此山的设置 它的洞府最为稀疏 前辈拥有的灵地范围也是极其的广大 可独自拥有方圆万里的大片灵地 白心女子倒是称职至极啊 详细地给韩丽小声地解释着 哦 原来如此 韩丽缓缓地点了点头 目光在屏风上闪动不已 而白心女子则失去的立刻再站到了后面 但是目光还是忍不住的 在韩丽身上多望了两眼 眼前的男子看起来吧 也就二十来岁的模样 但竟然是一名化神修士 虽然他在玉切阁中看到过的化神修士多了 还是扔不住对眼前的青年 颇起一些好奇之心的 突然一名坐着的圆外打扮的胖子 大步走上前去 抬手将一个锦盒 连同一块青蒙蒙的玉佩 一起恭敬地捧到了紫袍大汉跟前 然后开口说道 晚辈不久前收到了一株 四千年火候的银先知 前辈看看是否有资格先选择灵地啊 哦 银先知有四千年的火候倒也不易 我看看再说吧 紫袍大汉不置可否地说道 抬手将玉佩和锦盒同时接了过来 并打开了盒盖 这盖子刚一打开呀 淡淡的荧光就从这盒子里边冒出来了 并传来了一股让人精神一阵的草木的清香啊 即使杭力这样见识过不知道多少灵药的人 一闻此灵药也不得不承认 这的确是一种珍惜异常的灵药 嗯 四千年似乎还欠缺数百年的火候 不过也差不多了 这一次算你够资格了 紫袍大汉微眯着眼盯着锦盒中的灵药半天 这台露出了一副勉勉强强的样子 胖子听到了大汉之言 暗松了一口气 脸带笑容称谢一声之后 就用玉佩在那个漂浮着四字的光点上 做下了记号 顿时呢 原本的四字在一道青丝没入之后 一晃就变成了五 这位竟同样看中了翠龙山的这一处最佳灵地 打算搏上一把了 看到胖子选中了此处 其余的几名坐在一旁的修士 均都脸色大变 原本有相同心思的人 顿时熄灭了原先的打算 因为胖子是一名化身后期的修士 那单论修为而言 绝对比在场其他的修士都吻压一头的 胖子选好之后 就悠然的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似乎还想再看看其他的选择 但是因为他的选择 却让剩下来的修士 也最终做出了决定 又有两个人走了出去 分别在次一些的天允山各选了两个灵地 其中一处有人 一处却原本就是空荡荡的 这两个人选好之后 却马上飘然离去下楼了 剩下的修士却个个眉头紧皱 显然的还没有下定决心 这个时候 韩力忽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走向了紫袍人 其他修士都是一愣 毕竟韩力刚刚到了不久 如此快就选定了目标 自然让他们感到有些意外 韩力一只手在储物桌上轻轻一扶 一只淡白色的玉盒出现在了手中 微笑着连同自己的玉佩 一起递给了紫袍大汉 紫袍大汉的并没有马上就去接这个玉盒 目光在韩力身上一扫之后 淡淡地说道 听说这城里边新来了一名姓韩的飞声修士 莫非就是你啊 前辈真是消息灵通 正是晚辈 韩力心中微领呢 但脸上丝毫意样没有的立刻回答道 既然这样 韩道友应该是第一次选洞府 如此的话呢 无许就拿什么供奉了 可以直接选择灵地的 紫袍大汉难得的冲韩力笑了一笑 多谢前辈指点 韩力一呆 他马上一笑呢 就把这玉盒收了起来 听到韩力是新晋的飞声修士 其余的修士军带一惊 望向了韩力 目中的军带了一丝异样之色 看来飞声修士在天渊城 的确是不同一般的存在 紫袍大汉转眼之间就检查完了 韩力的玉佩 点了点头就交还了给他 韩力也没有犹豫 在屏风上一处丝毫标记都没有的林地上 轻轻一晃自己的玉佩 顿时一丝清光喷出 一个一字 浮现在的那里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八百四十五回